传说在上古时期 有一个美丽的女孩 爱上了一个英雄 不要走 我有使命在身 等我 我在这里等着你 就算你不回来 我也会等到老 等到死 我会一直在这里等着你呢 英雄和女孩定下了婚期后 就征套天下去了 从此 女孩每天守候在她们相约的地方 等待着她的英雄 英雄 经过树莱的征兆 她终于实现了她的理想 结束了纷繁战乱的局面 平定了三界 她因此被推举三界之主 欲皇大帝 女孩孤孤同待的英雄 一直没有回来 但她并没有失去希望 她继续等 直到耗尽了最后一滴眼泪 倒在了她们相约的地方 她的眼泪化成了湖泊 身子化成了小刀 她的心也被尘封在湖底 从此 那个湖 就被人称为 仙女湖 岁月穿过记忆的沙漠 来到了西汉的地时代 沉没了数万年的仙女湖 终于因为一个没者的出现 而被唤醒了 好 好